今天食麽菜? 阿King和你想碰它! 鹽焗雞腿 今天和大家煮一個很簡單的菜 材料是 雞腿 鹽焗雞粉 一塊薑 我們買了雞腿 這次我買了雞腿很大 整個手板很大 雞腿買回來 我們要洗一洗 怎樣洗呢? 加兩匙羹豆粉 然後捉勻 捏勻 捏勻後 加水 捏勻 用手指 洗乾淨後 過一兩次水 然後用手指 把水印乾 雞腿這麼大 在骨頭附近 切開少許 切開少許 割開少許 待會醃的時候 比較入味 焗也容易熟 然後用梳肉的針 切開 用叉也可以 我想雞腿有些顏色 放少許生抽 醃一醃 加個底味 加少許蠔油 每一隻 擦勻 準備薑 切大片也不要緊 鹽焗雞粉 現在可以加上雞腿 現在可以加上雞腿 這樣倒一點 然後一隻 塗勻 是否很簡單 有空可以隨時 買完這些菜 醃好 然後放雪櫃 再加少許酒 加上薑片 在中間 加上薑片 在中間 用石紙和牛油紙包好 包好它 要放在雪櫃鑊 雪最少要三個小時 雪過夜也可以 這樣包好 放入木材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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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的時候 拿出冰箱 要熱烤焗爐 200度 焗40分鐘 焗爐 一邊焗爐 聞到一股 焗雞腿味 一邊飄出 放涼 放涼後 打開 嘩 真香 你想知道雞腿熟不熟 很簡單 你找一隻筷子 或者叉 去刺一刺 看 這麼容易刺穿 它就熟 嘩 香噴噴 軟軟的雞腿 這樣就做好了 這麼簡單 你們都快點來煮一下 想知道我下次煮些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呀